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捞出的猪肚加入红醋 没有红醋也可以用白醋 用力抓匀洗净 随后捞出 将猪肚放入清水中反复清洗 直至没有醋味 将猪肚上白色的脏东西用刀切走 将切片 沙浆拍碎后剁成末备用 烧一锅清水 猪肚下锅焯水两三分钟 加入一些料酒去腥味 捞出后将猪肚表面白色的脏东西刮去 洗净 最后挤干水分 猪肚中加入沙浆 猪肚中 生抽 猪肚中 糖 料酒 老抽 老抽 拌匀 拌匀 腌制15分钟左右 砂锅预热后 加入油 家里没有砂锅 也可以用电饭锅 姜片铺底 随后将猪肚放入锅中 最后将沙浆均匀地撒在猪肚上 加入适量的清水 加盖焖煮40分钟左右 中途需要开盖将猪肚翻转 筷子可以轻易地刺穿猪肚 便可以收支捞出了 捞出的猪肚切成条状 再将锅中的沙浆铺上 便可以上桌了 沙浆的浓香 渗入到脆爽的猪肚中 辛辣咸爽 您对我们有好的建议 有喜欢的菜肴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 给我们留言 西南三味 每天更新不同的家常菜 让家人忘不了家的味道